我们常常把演技界的明星分为偶像派和实力派这两大阵营,偶像派一般指的是有颜值但演技欠缺的,而实力派则是只有演技但颜值不怎么样的。 当然也有一些特例是属于偶像派和实力派兼具的,比如胡歌、邓超、聂院等人,青年演员张丹峰很明显是属于偶像派,因为他出道至今已有十七年时间,但真正能体现他实力的代表作,似乎一步都没有,如果非要举出一项来证明张丹峰的实力,那大概就是成功取到了美女红心吧。 不可以否认,张丹峰在家庭和对妻女的照顾方面,还是比较靠谱和细心的,是一个不错的丈夫和父亲。 不过,从前段时间被爆出的出柜风波来看,似乎这一点也有些不保,虽然是和洪心协同张丹峰一起出面做了澄清,但人设和形象似乎已经崩塌了。 由于小编看了不少张丹峰和老婆红心租客访谈节目的视频,因此对张丹峰的整体印象还是挺正面的。 不过,近日不小心看到了一段他之前参加跟着贝尔去冒险的节目视频,却让我对张丹峰这个人有了彻底的改观。 其中有一段贝尔和每个人分享有爱生存经验的片段,贝尔对所有人都做了鼓励,并打算对张丹峰表示关心,因为张丹峰的腿部有一些擦伤。 但没想到张丹峰突然开始抱怨,张丹峰强调在之前的悬崖冒险中有一个小碎石,砸在了他戴的安全帽上,并设想到,如果我当时没有戴安全帽或者直接砸在我的脸上,对我影响太大了,因为很可能会毁容。 张丹峰随即向安全团队提出要求,让他们必须排除所有安全隐患,否则就不打算再拍下去了,理由是我还有事业,还有家庭。 当时贝尔立刻拉下脸对了回去,我没有办法保证整片森林都是安全的,我可以保证你不会死,但肯定会新增一些小伤口。 编上的韩雪和大张伟同样听不下去了,大张伟在节目后面的采访环节,公开对张丹峰,我一直都看不惯那些所谓的小明星,特别注意自己的外表,注重自己的发型,轻伤向来很高,而且脾气也很好的韩雪都忍不住对张丹峰吐槽几句,他的偶像包袱确实太重了。 要小编说,人家韩雪一女生都没那么在意自己是不是会被混容,形象会不会受损,你一个男人,如此爱惜自己的容颜,难道你真想靠这张脸吃一辈子啊? 人家胡歌出车祸,至今演讲还有伤,不照样拍出狼牙吧,这样的优秀电视剧吗? 既然签约拿了钱,也知道这当节目的内容就是冒险和探险,怎么可能保证百分之一百安全呢? 贝尔已经说了能保证生命安全,但如果要保证不受一点小伤,那一开始就别签约就好了,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和我有同样的感受。 贝尔